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他们内心的苦楚也不是旁人能知道的 当皇帝对一个妃子的表现不满意的时候 他会对这个妃子做出什么举动呢 据说呀 这时候的太监就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 皇帝会命令御前侍奉的太监触摸这个妃子身体的某一个部位 位置很有限门道 是一个人体重要的学位 这个学位的来头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未及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妃子与太监的故事 古代的翻牌制度 都说呀 项目皇帝后宫家里三千 可谁知皇帝每日跟谁睡觉 睡在哪儿 睡多长时间都是有严格流程要走的 在清朝时期 有些侍寝的嫔妃可不是凭心情爬上笼床 就能得到皇帝宠幸了 按照清朝的制度 皇帝宠幸嫔妃时 这些被召唤妃子要先在养心殿的偏殿候着 若谁被叫到了 晚上便准备到养心殿的西侧侍寝 其余妃子便可以下班回自己住处 而侍寝皇帝的行宫 要先在门前倒挂红灯 清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也正是在这个王朝中 出现了一种将女性位置放得很低的制度 那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翻牌子 所谓的翻牌子 就是由内务府的人 把后宫的嫔妃们的名字写在牧牌子上 然后由皇帝自己翻开 翻到谁 今晚就由谁来陪皇上睡觉 所以说呀 这后宫的女子 其实除了外人看起来 有一些无法企及的荣华富贵之外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自由 连晚上陪皇上睡觉都不能自己选择 更别说遇到人爱了 清朝会设有专门的机构来管理皇帝的后宫事宜 这一机构就是静世房 皇帝宠幸妃子的过程是非常繁琐的 而这些都是由静世房的总管太监来负责的 首先呢 皇帝在忙完一天的朝政之事 吃过晚饭之后 静世房的总管太监 便会呈上一个有写很多有飞子绿牌子的盘 皇帝如果有心思便会抽一个牌子 如若实在乏累就会让太监退下去 在皇帝抽完牌子之后 太监就会去通知 即将被皇帝宠幸的飞子 经过一系列的梳妆打扮 干干净净的飞子就会被裹进被子里 太监则会背着他直到皇帝的寝宫 那得到宠幸的飞子必须裸身 我被进入是怎么回事呢 这还要从前朝的明代说起 明朝家境年间 皇帝老儿为求长命百岁 深信道教养生之法 召集大量十多岁的宫女 采齐处女精血炼制丹药 为保宫女干净 旌旗期间 宫女只能饮露水食丧夜 除此以外的 她们还要受到家境的折磨 明宫词就有记录 世宗性变 待宫人多不测 宫人俱 大概的意思是 家境性格怪癖 侍奉她的人很多都被她折磨死了 因此宫中人都很怕她 这些十几岁的少女 被折磨得实在受不了了 便起了杀心 等到家境睡了 便打算刺杀家境 制造了中国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宫女叛乱 后人也称人吟宫变 出于皇帝的戒备心 防止嫔妃之中出现刺客 因此 清朝要求妃子 必须裸体到宫殿侍寝 但皇帝的女人又怎能被他人瞧见 便想出了一个法子 侍寝的嫔妃先去一间屋子脱衣沐浴洗干净 宫女再用被子或衣服将其裹好 由太监扛着背进庆宫 这样就大大减少嫔妃带凶器入内的可能性了 将妃子送达之后 太监便回退下 在房外守候 而皇帝在这一过程中 也不需要什么劳动 妃子会从皇帝脚步匍匐前进 钻进皇帝的被子中 皇帝只需要用心体会便可 而妃子则会竭尽所能 讨得皇帝的欢心 但皇帝可不像你认为的那么幸福 他连房事时间都必须由他人把控 首先 进入寝室的妃子不能从皇帝身边跨过 更不能直接躺到皇帝身边 而是要先等皇帝上床 妃子再从脚跟处爬入 其次 皇帝宠幸妃子时 太监会在外面候着 若时间太久 太监便会大声高喊 如果皇帝不理太监 太监便会再喊三声 这是为了让皇帝不要迷恋女色 弄坏了身体 最后 侍寝完的妃子 需从皇帝的脚跟再爬出 这系列的流程就走完了 太监磨妃子的原因 在完事之后 太监便会上前 问皇帝留不留 其实这一过程也是在给妃子评分 这个留不留 其实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是问问这个妃子 要不要在洗干净之后 送过来陪皇帝过夜 第二个留不留呢 就是指皇帝留在妃子身体里的东西 要不要留下 换句话说就是 要不要给这个妃子一个怀上龙肿的机会 如果皇帝和这个内务府的人说了一句留 那么就会有专人去在小本子上 把这件事记录在册 写着在某年某日某时 皇帝临幸了哪一个妃子 以此来记载 所以曾经受用过的妃子 这是皇宫中祖宗定下来的规矩 然 若是皇上说了一句 不留 那么这个太监就会想办法 让皇帝的子子孙孙 全部从妃子身体里留出来 不给他母平子贵的机会 这一过程是有点复杂的 需要有经验的太监 对该妃子的某一穴位进行按摩 这一穴位就在女子的腰部和臀部之间 一般人很难掌握这一部位 一旦找到这一穴位 就会用力地按几下 使妃子体内的龙肿流出来 以免留下皇帝的子嗣 这就是为什么妃子会被太监触摸身体 这一过程对女性来说是极为不公的 但是深处那一时代 她们也只能无奈选择接受 失去皇帝龙肿的妃子 以后受宠的几率也不会太大 基本上会在后宫中 孤苦地过完自己的一生 所以为了让皇帝留住 妃子们需要表现出 一种皇帝很厉害的样子 自己已是体力不支 只有被人搀扶才能行走 如此一来 皇帝不仅感觉自身良好 很有可能为了良爱妃子 把她留下来 罪是无情帝王家 为了得到身边这位老虎的宠幸 大家不得不拼命相争 自古一来 皇权都是历朝历代想要拥有的东西 为了保护皇权 或者得到皇权的庇护 皇家不得不制定一系列的规矩 来延续皇室相传 像延续香火这么重要的东西 必然也会有一定的流程 只不过若让你当皇帝 或许你更想在现在 这自由自在的时代 做一名普通人吧 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 封建君主制 也已经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但是我们生活在幸福的男女平等的社会 还是要回归一下以前的封建王朝 女人的地位已经低到了尘埃里 尤其是皇宫里的女人 伺候着一个全世界最有地位的男人 甚至连能否拥有自己的孩子都不能选择 而每次和这个所谓的丈夫行夫妻之事之后 不光享受不到任何欢爱 还要竭尽全力去讨好皇帝 最让人难堪的是 事后还要被太监磨自己的屁股 这对于女性来说 简直就是天大的侮辱 所幸的是 我们的现代社会 对于女性的尊重还是相当看重的 而在人人平等的大社会条件下 以前那种情况也不会再出现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